欢迎来到动漫茶馆 柯南剧场版 哇,看看后面的海报 我在台湾上映的第一天就冲去看 没错,我就是那个每年都会看柯南 然后走出电影院想说 干,什么烂片 然后隔年还是会跑去看的人 这次就来分享一下最新剧场版的心得 请放心 前面影片七成的内容都不会爆雷 当然不可能不爆任何剧情啦 我还是会说到官方预告片 还有电影海报 事前宣传等等 这些早就公开的资讯 比如说,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这部电影就是主打柯南跟慧原 关于可爱的部分放到本片最后再说 想听剧情分析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后半段 不过一定有还没看电影 还在犹豫要不要看电影的观众 所以首先分享最单纯的心得 本作第26弹黑铁的预印 简单说 这是近年来最好看的一部柯南 诶等等 这样听起来完全不厉害 还记得干青之犬吗 还记得夜火的向日葵吗 柯南后期的剧场版多数比不上前期 算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如果要盘点柯南电影 最好看的是哪一部 无论是网站上的评分 或是湘明最常讨论跟推荐的 第一名几乎确定是 贝克街的亡灵 这部的地位长久以来难以动摇 然而第一次出现了可以跟他并肩的作品 光是这样 已经可以看出第26作有多省 不过评分毕竟也是几千名观众的评价 仅供参考 像我自己觉得 夜火的向日葵应该摆到更后面 而万圣节的新娘没有那么差 还有网上加分的空间 这纯属主观意见啦 但我想花点时间聊一下柯南系列 如果你的口味跟我接近的话 我的意见对你来说才比较有参考价值嘛 那柯南梅常用导演来划分系列作 从第一部《引爆摩天楼》 到第七部《迷宫的十字路》 动画导演都是额域监督 顺带一提 在这之前我心目中最棒的三部是 《贝克街的亡灵》 《瞳孔中的暗杀者》 《迷宫的十字路》 都是初期额域监督的作品 那后来的导演跟编剧 只能说品质有高有低 每年就像是抽转弹 全品运气 然而这一次 恭喜各位观众 终于抽中大奖啦 黑铁的鱼影不只是近年最好看 跟经典的贝克街的亡灵相比 整体来说甚至不会输那部神作 列出三点做个比较吧 第一 故事设定与剧情 这个我必须公正的说 贝克街的亡灵大胜 来复习一下贝克街的故事吧 整个电影的主要部分 都是在游戏中进行 而不是在真实世界中发生 画面看到的是 最新的模拟游戏机 剪 玩家进入胶囊后 可以进入超拟真的虚拟实境 设定在今日看来并不稀奇啦 但这可是2002年上映的电影啊 这个构想与游戏画面真的让人非常惊艳 而且柯南他们来到的是 古老的英国伦敦贝克街 这是推理迷的圣地 福尔摩斯留下种种传说的那条街 柯南他们在这里 与开堂手杰克斗智斗力 光是这个故事背景 就让福尔摩斯的粉丝兴奋不已 重点是整部电影不只是设定新颖 这也是柯南系列 少数真的有推理的电影 没有太多夸张的动作戏 最后巧妙融合虚拟与真实 带出一个充满伦敦灰暗色彩的结局 真的非常非常深 关于黑铁的鱼影 后面会再说到剧情 但我想故事方面的评分 不太可能超越贝克街啦 再来看第二点 主线剧情与人物 说到柯南重要的主线 当然就是黑衣组织 还有与黑暗组织相抗衡的部分 在新人物之中 赤井跟安氏的人气高到夸张 老实说我自己对这两个人物没有太多感觉 但在日本的各种票选跟讨论可以看到 赤井跟安氏就是人气的保证 这也造成后期的剧场版 有时感觉都很刻意 制作方知道 观众想看黑衣组织这条线有新的进展 然而黑衣组织常常出来跑个龙套 安氏跟赤井常常出来亮相一下 然后 然后就没了 不过这一次 主线是真的有往前推进的感觉 主要的原因是 编剧花了很大的心力 跟原作者多次来回讨论后 才完成这次的故事 经过原作青山钢昌授权 哪些部分可以说 哪些部分不能透露 但可以放一点线索 所以才有这次的剧场版 也就是说 里面有些线索 甚至暗示了未来的剧情 这在柯南系列中是极其少见的 应该是第一次吧 最后 还有一点可以说的 结局的高潮 我们都知道 柯南电影只要靠近尾声 90%会看到的东西就是 爆炸 华丽的爆炸 动机 莫名的动机 还有各种人体的极限 以及让牛顿哭泣的画面 只要柯南有滑板跟麻醉枪 谁都杀不了他 可是这样的东西 看久了难免会疲乏 而本作第26作的高潮 在不爆雷的情况下 我只能说 史上最佳 这也是我说黑铁的云影 能够排上第一的主要原因 其实论剧情的完整性 细腻度 精彩程度 都不可能赢过贝克街 但贝克街或其他部柯南电影 再精彩 我想我不会进电影院两次 可是黑铁的云影 竟然让我有冲动想进场看两次 甚至三次 就只为了看后段的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 我才把它排进 跟贝克街并列第一的地位 那无雷心得先讲到这边吧 接下来整理一下 这次电影出现的人物 如果你是很久没看柯南系列的观众 这正是你需要的 不然进场真的会被一些新人物 搞到头昏眼花啊 这边有轻微雷 不过以下都是本次海报上的人物 其实这些资讯都不算是秘密了 第一位 黑田兵卫 警示厅搜查一刻的管理官 白鸟跟匠谷林的上司 只要知道他是警察相关人物中 职位特别高的长官就够了 那刚才说到的匠谷林 这个本名很少出现 他的画名是安氏透 而且他是警察在黑暗组织中的卧底 组织中大家都用酒当代号 安氏的代号就是破本 新观众是不是觉得 超级不友善的啦 这么多名字谁记得住啊 总之 安氏等于降古 等于破本 如果你想推坑新的朋友去看这部电影 顺便推推这部影片吧 相信对他们会有帮助的 下一位介绍的是赤锦秀衣 又名冲石卯 aka新一代人气王 赤锦是FBI情报员 拥有神医般的狙击技术 知道柯南的真实身份 他拥有不输心医的观察力跟头脑 总之我们只要认识 柯南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外援就可以了 说到FBI 朱蒂老师跟卡麦尔也是老面孔了 不过大家都明白的吧 现在人气跟光环都在赤锦跟安氏头上 他们注定不会有太多气氛的 另外还有一位水无领奈 他是CIA情报员 又是一个混进黑衣组织的卧底 我说勤酒啊 你们组织怎么全是卧底啊 水无领奈等于饥饿 总之他是正义的一方 至于这一位 到底是正是邪就很难说了 他是苦爱酒 撒旦保佑 他终于不是卧底了 苦爱酒是组织中的核心人物 但有时行为却像是跟组织作对 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请进场看电影了解吧 最后一位 代号兰姆 黑衣组织中地位非常非常高的人物 其实组织中No.1的真正Boss 他的真面目跟相关故事都是秘密 那兰姆也是充满谜团 不过这次稍微可以看到一点 兰姆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好的 说到这里 各位可以准备进场看电影了 以下真的要讲剧情类了 还没看过的话不建议往下看 至于想刻刻哀堂的 想找更多彩蛋的观众 我们往下走吧 从电影名称讲起 黑铁的鱼影 其实鱼影在日文中 就是Summering 潜水艇 所以这部电影的主线 就是黑色组织的潜水艇 对决正义方的太平洋浮标 然而身为多年的柯南米 我一看到这种壮丽宏伟的设备 就知道它被炸掉的几率 肯定大于87% 而当黑色潜水艇意外出现时 确实有魄力 也有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 不过仅仅在于初登场 后来太平洋浮标跟潜水艇的攻防 根本像是一场闹剧 所以我想真正的主线 其实不在于太平洋浮标 那些炫炮的科技设定都可以忽略 重点只有一个 男女老幼年龄认证系统 这是AI辨识人脸的系统 它可以从照片中准确推算 小时候长这样的人 未来会长怎样 而且这个系统还连接了 世界的监控摄影机网络 简单说 一个多年前消失踪影 根本找不到的人 透过这系统 还是有很高的几率找出来 所以灰原才会陷入危机啊 这就是这次的主线故事嘛 这边我就当做大家都看过电影 不多讲细节 直接抛出一个个问题来解析吧 苦爱酒为什么要帮助灰原呢 故事中有两层原因 表面上 因为灰原帮助了苦爱酒易容的老太太 买到了限量的视频 但不止如此 苦爱酒是组织中 极少数可以跟boss直接联系的人 这就有很多引人猜测的空间了 他们是有感情关系 还是说有血缘关系 如果使用那个男女老幼认证系统 该不会触碰到他们的禁忌吧 是不是会看到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去 和真面目呢 这可能就是苦爱酒帮助灰原的第二个原因 让勤酒他们以为那个辨认系统 是个没用的烂系统 也就不会发现他们的秘密了 再来 这次的剧情中 柯南直接说过 必要时他会吃下解药 这可能也让有些观众期待 会不会有柯南短暂变回新衣的戏码 结果并没有 为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画面的设计 柯南最后与灰原在水中的场面 非常浪漫 非常唯美 但如果是新衣跟灰原 那就像犯罪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 我认为这部电影 本来就没有要让柯南变回新衣 这是正确的选择 柯南的战斗力主要来自身上的道具 变成新衣根本不会变强多少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到解药呢? 我认为那是说明柯南的觉悟 新衣最最最不愿意发生的事 就是在黑衣男子面前泄露身份 然而为了灰原 他愿意 他可以豁出去 其实剧情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不是又被填到了一次呢? 陈上题 柯南是个侦探 侦探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 可是这集的柯南 有好几次差点失控 像是对着警官大吼大叫 或是露出这种哀痛的表情 这样角色不会崩坏吗? 其实不会 这正是说明 灰原对他来说是特别的 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柯南把初代眼镜拿下来给灰原时 也很有趣 这画面在过去的漫画版、电视动画版都出现过 灰原吐槽 上次戴上根本没有卫装效果 反而马上就出事了 但柯南还是要他戴上 就当作是护身符吧 应该讲求理性的侦探 变得有点感情用事 或者说 只要能稍微消除灰原的不安 柯南都会尝试去做 两人更有一种交换信物的感觉 这本来就是本集亮点 眼镜这点很多人说到 但接下来 鲨鱼的部分就比较少人注意了 日本版电视动画第246集 灰原曾说过 大家都喜欢海豚 而我只是个从黑暗阴冷的海底 逃出来的不讨人喜爱的鲨鱼 灰原把自己比你为孤独的鲨鱼 重点来了 心意也曾经自比为鲨鱼 闻到血的味道立刻赶到现场 用证据的历词啃是凶手 这就是侦探啊 各位观众 客到了吧 在这次的剧场版中 还记得水下摩托车有三种造型吧 但柯南跟小哀 下水时都选择了鲨鱼造型的 呵呵 巧合 我不这么认为 这也是这次电影非常厉害的地方 很多细节都跟原作的伏笔接上了 包含那个苦爱酒想要买的 《福沙会雄真》 如果有追星剧情 应该知道那位设计者过去也有一段故事 论原作漫画的故事线 在剧场版中运用的最完美的 这部当之无愧啦 说了这么多优点 那么这不是史上最佳的柯南吗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我的看法 只看剧情 这部根本排不上前三 它的小细节小彩蛋很棒 然而中间故事乱七八糟 尤其正反两方的行为各种不合理 两边都拼命露出破绽 常常都会想吐槽 好人的警觉心太低了吧 坏人也是 你们注意一下啊 有人要从潜水艇逃走了啊 可是论综合分数 我仍将它排在跟贝克街并列的第一名 原因很简单 最后的结局太好看了 我这个中年大叔还是看到掉眼泪 而且我根本不是可爱派的 还是被感动到了 最后的经典场景 水中接吻的木 让人联想到第14号猎物 但这次显然淫惨了 放过足球烟火弹的水面美到不行 两人一边换气 一边牵手缓缓上升 画面堆叠 情感堆叠 再把这首主题曲吹下去 太神了 真的太神了 这是历来情感戏做得最好最满的一次 这边也不多费文字多说了 就像最后两人在水中 一切静在不言中 大家自己进场重温吧 最后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次的票房可以这么好 新兰党不会反弹吗 我自己的想法是 柯南跟辉元 新一跟小兰 谁说这两对不能同时存在呢 虽然网路上会吵会战啊 但很多人讨厌的是 极度疯狂夸张的某派粉丝 而不是真正讨厌某个人物 硬要说的话我更倾向新兰 但还是喜欢小哀的各种描画啊 所以我常常想 有什么好真的呢 辉元自己也根本没有真的意思 还记得吗 辉元被小兰抱住时 把小兰跟姐姐的身影联想在一起 在回顾辉元被抓走时 小兰也是爆气跳下去救她 有什么好战的 艾兰派根本就可以自主一派了吧 所以说小哀的存在真的很特别 最后把柯南的吻还给小兰 果然是非常符合她的作风啊 恭喜这部电影的卖座 恭喜我们的百亿女王 其实她根本没有刻意要去争什么位置 但她自然而然在柯南心中 以及在观众心中 永远都有个忘不掉的位置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众